電動車 電動車現在已經是許多車廠必然的一個研發方向 那許多消費者對於電動車應該會感到好奇的是 它的電能科技 因為電跟我們傳統使用的燃油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大家可能會想說 如果今天沒有油的時候我去加油站 因為加油站到處都是 但是電能好像有點麻煩 因為充電站並不是到處都有 所以大家會擔心的是我會不會開到一半沒有電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可能單純的認為說 電動車其實就是電池加上馬達 但是這完全是錯的 因為並不是只有電池跟馬達的組合 它還需要更多的一些動力科技 那今天呢我們就為大家介紹的是 Mercedes-Benz EQC Mercedes-Benz在成立了電能子品牌EQ之後 它第一個量產作品就是EQC 那EQC呢其實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電池跟馬達之外呢 它還有許多其他的科技 再搭配來有效的運用每一分能源 究竟是哪一些呢 我們接下來為大家一一介紹 EQC的動力模組乃是由兩具馬達 搭配80千瓦時容量的鋰電池所組成 根據原廠資料顯示 兩具馬達的功率分別為前軸148千瓦 後軸則為152千瓦 總計為300千瓦的輸出功率 換算成馬力數據則約為408匹最大馬力 扭力輸出則為77.6公斤米 而最大續航里程則約莫為471公里 為了有效運用電力 EQC的前後軸馬達並不會隨時都同步運作 在低速以及中速的速度時 僅會以前軸馬達來負責驅動 如果大腳加速或者是SPORT模式下 則會前後軸馬達一起運作 以達到最佳的性能輸出 EQC共計有Echo、Comfort、Sport 以及Individual等四種駕駛模式 而依應電動馬達的特性 以及不浪費任何動力 EQC在動能回充功能也有四種設定 分別為D加、D、D減以及D減減 可以藉由換檔撥片來進行切換 一般狀態會以D模式為主 當駕駛人鬆開加速踏板時 馬達就會從驅動的角色換為發電機的角色 為電池進行充電 D模式與D減模式主要差異在於減速程度不同 D模式約為0.6G 而D減模式則為1.7G 至於回充效能最佳的D減減 則是來到2.5G的程度 而且無論在前軸馬達驅動還是前後軸馬達一起驅動的狀態下 只要鬆開加速踏板就會前後軸一起進行回充 至於以駕駛樂趣為主的D加模式 駕駛人鬆開加速踏板時 系統不會進行任何回充功能 車輛會呈現滑行的狀態 電路車款在儀表板上會顯示 剩餘電量能提供車輛行駛的續航里程 而且會隨著車速不同的駕駛模式 動能回充模式組合而改變 但事實上除了動力系統的設定之外 EQC同時也相當積極地規劃管理所有系統 也就是EQC其實整合了駕駛系統 電池管理系統、充電管理系統 動能回收設定、數位服務 以及MVUX資訊娛樂系統等眾多功能 進行協調管理 EQC在系統設定上還提供有智慧化的服務 例如可以預先進行許多系統的設定規劃 可自行設定的最大充電狀態 預計出發時間、空調溫度等 協助進行荷包的管控也兼具舒適性 此外導航系統的規劃上 因應不同市場的規劃 有些市場的版本能有著更詳盡旅程規劃 包括中途充電停車點以及抵達時間等 系統在計算時會以旅途時間最小化為主要依據 就算要充電也會盡可能縮短停耗時間 或者減少次數 除此之外 由於各項因素會隨時變動 因此路線規劃也會視情況機動調整 以減少行車時間 經過前面詳細解釋之後 大家對於EQC的動能科技 應該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了解之後呢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說 未來的發展方向大概會是什麼樣的樣子 不過呢大家可能會比較好奇的是 許多東西看起來在現在日常生活上好像沒有那麼樣的便利 可是隨著呢 未來電動科技的逐日發展 甚至於許多國家都已經名列規定說 在幾年之後要禁止 純粹燃油車款的販售甚至於生產 所以電能科技已經是必然的一個發展方向 那如果大家未來電動車的發展 越來越規模龐大 那相對的一些硬體軟體 也就會更加的一個豐富 那豐富之後呢 大家對於日常生活上的使用也會更加的便利 未來我們也將會做出相關的專題進行各項的測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